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非常爱那个角色 但是我实际上我的名字叫于恩泰 但是这两年经常还是有人会说秀才秀才 我心里就觉得我自己真实的身份被削弱了 没错 老实说 这是演员的成功 但我觉得这是演员的成功 也许是才子的失败 人家看不到他另一面 人家看到牛津大学拿到全额奖学金 学莎士比亚 而且还是中系的又博士的表导 什么叫表导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学科 很多人误以为我是表演和导演的博士 实际上是当时徐晓忠老师定的一个叫表演导演 艺术研究的博士学位 我是张仁李老师带的博士生 而且还不光这个 这还是说在艺人里来讲 这算是股神 说约恩泰炒股能炒到 有一阵一天赚几十万 赚得自个都吓着了 那个时候是泡沫时期 那时候也刚开始工作 没见过太多的现金 拍戏其实很苦的 但是发现金融这个行业 把财富造成一种幻觉给你看 尤其是在 我记得是07年左右 那个时候就很勇敢地劝说了身边很多人去炒股 的确赶上了一轮牛市 唯一觉得幸运的是很碰巧 我在最高峰的时候写过一篇 我最后一篇博客 也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篇博客 就是说六千多点有点太高了 咱们就先撤了 叫告别一场游戏的记忆 到今天还在 所以就逃过那一劫 所以很多人觉得我是为股票神经的人 其实就是完全不懂炒股 但是真赚着了 那时候投的少 没多少钱 徐老师你怎么对这个人这么感兴趣 我最近偶然有一个节目跟他合作 我们一起做评委 他们给他介绍是说演员里边比较有文化的 您的意思演员都没文化 我因为以前看他跟姚成他们演什么五零外传 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演递逼的通常是学历很高的 你看这个英国的那个叫什么 Mr. Bing 傻乎乎的吧 演出来傻乎乎的吧 本身学历很高的 要是演聪明人呢 最主要是那个节目平时休息的时间多 打灯啊 调警很复杂 没顺序 然后我们俩没事干 坐在田野里就晃荡着脚 在那看着远方聊聊过去的故事 一聊一个小时过去了 觉得很愉快 聊天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于看时间走得快还是慢 如果我们聊完今天的这几十小几十分钟啊 觉得过去像两分钟 这个聊天成功了 要是咱们仨聊了半天 聊个五分钟 感觉像聊了一年完蛋 就说明三个人不投缘 你放心 你到我们家肯定觉得时间短 没说几句话就到点了 对对对 但是那天这个我听徐老师一说 徐老师研究现代文学的 是 他一说你能够到英国学莎士比亚 我就突然想起啊 能聊聊莎士比亚吗 我今天看到莎士比亚 不要想到别的 莎士比亚啊 他今年是他的450周年的诞辰 是 450周年 我看都有一些纪念 是 但是莎士比亚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是什么呢 其实有这么一些人呢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 是 但是没有几个人真看过 你真的说中国老百姓 啥是别啊 他们是都知道 知道 农村的都知道 对 但是谁看过 你说那几十个民主 你说一下是38部还是39部 就说不清楚了 一部都没看过 我敢说 罗密尔助理也应该都知道 知道 不一定看过 就是 他很有意思 你好比托尔斯泰 你知道 可是谁看过 什么爱因斯坦 托尔斯泰我看过 你当然了 他学文学的 你当中文系主任的 那个莎士比亚香港有个广告 我印象最深了 就是说有两批朋友 在吃饭 吃完饭了以后呢 他们说吃完饭干什么 这两个人呢 说我们去看莎士比亚 另外两个人呢 说我们去打瓜 打瓜 对 按摩 结果呢 大家就分开了嘛 亚述之分嘛 最后在打瓜的地方都碰到了 碰到了那个人说 明白这个意思吗 他们的目的是做那个打瓜的地方的广告 然后就 哦 你们的莎士比亚来了 今年那个450周年纪念 所以后来那个国家大剧院呢 就突然有一天 我因为我跟这个单位很少有联系 大概09年 我也暗恋桃花园去过 那么五年就没有联系 突然打电话给我 想让我去做他们的一个宣传推广人 就是整个一系列 莎士比亚演出的推广人 我非常的高兴就去了 参加了发布会 然后就发现中外两拨 莎士比亚的创作者 参与者们就来了 它实际上莎士比亚的这个感觉 有点像咱们中国的戏曲 什么意思呢 你要用英文去表演莎士比亚的时候 有很多约束 程序性 规范性 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 我们念台词60了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它一句话当中 会有十个syllabus 音节 所以你知道吗 莎士比亚它的最重要的来源 是十四行诗 它一定要分行 假设我们看一个莎士比亚的剧本 你说没有行 那完了 那就是说它的对白 其实就跟诗一样 韵 它有韵 有rhyme 但是我们一翻译成中文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 这就不是那样了 那么很多美国好莱坞的演员 演莎士比亚的时候 都拒绝用莎士比亚的这个 腔调 叫Shakespearean 莎士比亚式的方式去演 每一次都是失败 没有一个会成功的 然后他们再回过头去学莎士比亚 所以在英国会有两种演法 一个叫Modern 现代派的演法 那就是比如美国人也可以演 包括那些顶级的方法派的演员 也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Shakespearean 加了一个后面的形容词形式 莎士比亚的演法 我感觉就像中国的戏曲 你没有老师教 你不说英文是无从谈起的 那它也是很城市化的 对 压着运的感觉 压着运 它一定会在前人的肩膀上站立起来 你除非觉得你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超过了你的老师 或者是你的固有的那一套 你才有资格去创新 有点像练书法 你懂吗 你不能说我创一个窦文涛体 对 你首先得把那些个基本的写了 之后你说我创造一个 带窦文涛风格的那种东西来 是 是 这种东西 所以你这个关于这个莎士比亚 其实在西方都是一个谜 就是连这个实际上 连是不是真有这个人 也不是有绝对的结论 是不是都是他写的 对 很多人有一个学派认为是叫 有一个叫弗朗西斯·培根 是培根写的莎士比亚 他们那个时候弄得很秘密的 一些文学社团 就是用莎士比亚这个名字 就是代笔嘛 就认为是代笔 就真正的莎士比亚这个人 连他的生日啊 也不是很确定 说是比如说 现在说他是生于4月24 23号 然后呢 也是根据4月26号啊 有这么一个孩子 受洗啊 或者是什么 按照他们的风俗吧 就是一般是三天之后 行这个礼 所以就推测 他这个生日 所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人 你觉得是不是呢 现在很多人说 因为现在看莎士比亚 当然是经典了 但是他们现在都说 当时他其实是通俗艺术 所以他的戏 其实当时是算作是 一般的老百姓都能看的 是当时的一个通俗艺术 就是你比如咱要说 李白杜甫 对中国的文学的影响 这咱知道 但是咱们知道 莎士比亚对整个西方的这个文学的影响 就是比这地位还高啊 杀翁嘛 他有这么一个地位 但是他到底是什么影响 2000年的时候 他们统计过过去1000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进行了好多轮的投票 到最后候选人是两个 一个是达尔文 一个是莎士比亚 但这两个人最后再投票 莎士比亚是第一位 换句话说 西方人认为在新世纪开始1000年里边 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 是一个文学家 对 所以说我就说 我们一般人就知道到这儿 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我来分析一下 咱们回忆 我觉得人的名字 无非就是一个面孔 一个符号 我们想起有些标志性的人 比如说玛丽连梦路 很快想到样子 对 我们偶尔英国人 有些人会想到牛顿 但我个人认为最有符号性的 我们可以列举几个人 爱因斯坦 一想起来 爱因斯坦那张脸就出来了 没错 莎士比亚没有照片 但他那张脸就出来了 有点像扑克牌 对 所以实际上莎士比亚 具备某一种模糊性 和无法言说性 在我们专业的 莎士比亚领域里面 我们习惯用一种词 来形容莎士比亚 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不是 就是说他牛在哪 他牛 他伟呆在哪 牛就在于 他接触了某种神性 我随便举个例子 他的那几十部艺术作品 第一次 就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创造了 角色的模糊化 和非善恶观 我打个比方 我们一说咱们中国电影 鬼子一进村 那鬼子腿都是弯的 就是要符号化 好人像好人 高大群 坏人像坏人 特别那啥 你说太监 江文也那太监 也弯这个腿 还算是性格化的 李连英了 大部分人演太监 那就是一副奴才样 但实际上 人物是很复杂的 我相信太监当中 也有长得帅的 事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但莎士比亚牛究竟牛在哪呢 演员们只要你敢说 你演过多少个莎士比亚的角色 你就能演全世界所有的人 他是以类型化 能够概括全部世界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会怀疑 他不是他的一个人的力量 能完成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都认为 莎士比亚是用上帝的手在写 这个是他最了不起的事情 也就是说同时那个时代 有点像我们这个公元前 老子 庄子 释迦牟尼 那几百年全出来了 对吧 那一段时间出现了两个 非常了不起的剧作家 另外一个在中国 唐贤祖 这俩人如果有航空 或者是航海的 比较文学有这种研究 对 他本来是可以见得到的 好像年代还相比 年代在一块 在一块 但是呢 唐贤祖没有获得像莎士比亚 那么高的地位 因为莎士比亚的那个 创作量非常的大 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 它具备了那个时代 独一无二的超越性 从此它成为了英国的象征 有人就这么认为 自从有了莎士比亚 英国这个国家再也不会亡国 是达到那个神性的地步 这讲得好 咱们现在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当然没想过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讲起来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老子跟学生讲 你看一个文学作品是纯文学的 还是通俗文学的 一个最简单的标志 就是看它有没有坏人 如果一个戏一个小说里有坏人 它就是一个通俗的作品 就是一个好的 就是今天认为一个比较成功的 严肃的作品 比方说编程啊 骆驼祥子啊 阿Q正传啊 你就找不到一个绝对的坏人 是 有一个绝对的坏人 就是一个通俗剧了 那么这个观念 其实是我们受到了 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文学的影响 但是其源头呢 他刚才讲的对 最早写这样的就是没有 这句话是 哈姆雷特说的 就是在 就是哈姆雷特这个戏里边 就这样说的 你所有的好坏 都是人的标准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 绝对的坏人 是 没有绝对的好事跟绝对的坏事 都是人的标准 你看哈姆雷特这句话 今天我们来读读 多么厉害 它代表着人类对自身的 对人性的一个 飞跃性的一个认识的发展 而且我们今天回想起来 我是非常佩服 杜根雷特一篇论文 他比较男人的 就是人的两个类型 就唐吉柯德跟哈姆雷特 他说人啊 你不是唐吉柯德 就是哈姆雷特 就不是这样理想主义的 狂冲的 就是这么犹豫的 你自己想想 你到底是哪个类型 你越看哈姆雷特 就越觉得自己 就什么没用 就什么没用 把什么都想透了 还是不敢做事情 我说有点奇妙的事情 实际上除了沙士比亚笔下诞生了很多 又不是说纯粹的好人 不是纯粹的坏人的这种复杂性人格之外 沙士比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心理学家 和心理分析家 他把强迫症 把很多我们现代科学 才揭示的一些心理性的内容 包括天文学的方面 他都给运用到了他的作品当中 所以他其实当时具备某种什么神奇的含义 他和科学家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 他在哈姆雷特当中 已经运用到了一些观天象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现代宇宙观的观念在这里面 你看我们说 包括心理学 你说麦克白夫人 不听她洗手 血手 那个是很多 我们中国的戏曲版叫《血手记》 就是她老洗手 她怕杀了人了 她觉得自己会修 解体强迫症 强迫症 弗洛伊德到很晚很晚才得出科学的结论 我跟你说 沙士比亚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一个样本 所以据说当弗洛伊德听说 有人说 沙士比亚背后有影子携手的时候 她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她按照她的心理学分析 她全是建立在这种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恋父亲节 哈姆雷特 她就从哈姆雷特这得出来的 就是说她恋着她妈 她杀她的父亲 这是对弗洛伊德来说 是个最重要的一个分析的样本 包括我就觉得这种影响 你包括这个戈德 戈德也是这种大文豪德国 但是你像戈德就是说 自然 自然 他老夸这个沙士比亚 这沙士比亚是大宗师 就这么牛 你到了后来像托尔斯泰 他善恶观非常强 道德意识非常强 他写安娜卡雷琳娜的时候 他自己说好 我要批评一个荡妇 可是他写出来的小说以后 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同情安娜卡雷琳娜 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 把人性看到 你再回想 你看今天我们中国的网上 多少善恶分明的例子 谁吃饭之前是好人 一下子就变成坏人 然后人家追求他 多少年前 你看他就怎么坏 怎么坏 多多多沙士比亚吧 你这个讲得特好 而且 人类否则不会进步 是 而且我就觉得像你们这个研究表演的 我也有一个误解 因为我不懂 但是呢 经常现在就听他们老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开玩笑 感觉呢 咱中国过去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 对吧 但是到底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现在觉得他被聊 被今天的很多人聊成了一个什么呢 好像这个跟着斯坦尼的这套体系啊 就是这种啊 这个脸谱化的 这个表面化的 是不是 不能这么理解 没有办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说 袁泰就是李秀才 就是他要进到这个角色 他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要尽量地进到这个角色 但是因为这种表演观 让人相信他是李秀才是成功 但是因为这种表演观呢 他是不是因为跟这个革命 结合在一起之后啊 就是好像我现在 你比如你看周星驰拍那喜剧片 感觉就在讽刺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体系 因为过去从苏联 到新中国 好像都是在讲这个斯坦尼 就是这个东西 实际上又给很多人 带上了一种那种革命的符号 我来讲一下斯坦尼 和莎士比亚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斯坦尼 被现在我们很多人质疑 是因为我们这个 他是个权威 我们经常会去用他开玩笑 实际上美国人 也非常的推崇斯坦尼 我们说罗伯德尼罗 艾伯奇诺 还有达斯汀博夫 这帮人都是斯坦尼的弟子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一派 叫方法派 我是最早在中国研究 方法派的人 我那时候翻译过一些论文 所以方法派传 就是斯坦尼传到了美国 在当地剥了种 种了植物 长出来那个叫方法派 其实它是斯坦尼体系 演技派可以叫 对 它就是人物 走进了角色的内心 真实地去体验 说白了只是体验 而不是说我表面地去演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说一句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一个感觉 我认为斯坦尼真正的来源是莎士比亚 因为莎士比亚是最早的斯坦尼体系 也就是那个时候 比如说温涛兄问我一句话 元太你来了 你吃饭了吗 希望你今天愉快 很简单的一个台词 如果是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当中 这句话可以有无数种解读 它可以是多文涛不欢迎我来 它可以是多文涛认为我迟到了 在责备你 它可以被认为是多文涛在怀念元太 你终于来了 你的语气的不同 说法的不同 同样的一句话 它会有无数种含义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演出前台词 叫subline 就是词语之后的东西 它需要你演员 完全走入角色的内心 去做一个总谱的设计 然后一点点的去感受 你如果没有感受到 就不要去做它 于是就一点点 最后把角色和人物合到一起 创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 比如说吕秀才 从此他们认为这个东西 就是语言太 又是吕秀才 永远把你们俩放在一起 这就是斯坦尼 这也是当年莎士比亚做到的 所以实际上莎士比亚 提前了几百年 在完成斯坦尼的工作 斯坦尼把它理论化 那现在跟斯坦尼对立的 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没有 连演布莱希特的好的演员 都是用斯坦尼的方法去演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演员 与斯坦尼为敌 包括周星驰 但是只有方法上 我们的理论研究上会说 有梅兰芳的体系 有布莱希特的体系 有斯坦尼的体系 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演员 都是在走斯坦尼的路 对啊 我刚才听你说 我就觉得有这个问题 咱们先去下广告的问题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比如我刚才听你说 就斯坦尼体验角色的内心 那有什么表演派别不是这样的 不要求去体验内心呢 表演好的不都应该是这样吗 比如说我们在50Y传里面 那时候我们建议 就是说可以看镜头 这种东西在斯坦尼里面 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所谓咱们那种穿帮 我们就是我们叫假定性 假定性 就是我们用假定性来玩 比如说我们就知道这是游戏 是不是我们跳出来 我现在又不是他了 我又是他了 所以我会跳进跳出 一会是一会不是 这就不来西特 这就不来西特了 那我知道就是上次那个林 那个话剧的那个 那个老导演叫 林兆华 林兆华 他就是说中国戏剧 为什么牛 他说中国戏剧的那种表演 就是说 从来都有 就是你角色和演员之间保持距离的 是 他又是 但是他也不是 是 就是甚至有一个出离的效果 他说的是戏曲 戏曲 他也认为就是话剧表演 可以借鉴这个 他就说 你说咱们就老说投入 我就是他 他说那不对 你演员你还是你 你塑造 你在塑造角色 你们两个之间有距离 他说这就是跟斯坦尼的分别 对对对 是吧 你说的是说的非常对 但他其实这是个非常严肃和巨大的课题 我个人认为 斯坦尼非常了不起 布莱西特和梅兰芳也都非常了不起 他们是针对于 同一个剧本的不同处理 不同的处理方法 还有就是 我们根据不同的题材来选择 有时候真的 你能够完全复原一个现实主义的场景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陪我的父亲在医院里住过一段时间 我当时就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剧院 没有办法复制我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八张床 和这二十个人 是 你做不到 那就是个舞台 长得都不一样 有歪瓜裂枣的 有近亲结婚的 有特别聪明的 有当领导的 有农村的教师 你让演员来 一个剧院用光了 你就做不出来 这是一种功力 但同时 一帮演员能跳进 跳出的 去阐述一种 假定性的戏剧观 同样让你悟到很多的东西 周星驰非常了不起 他就充分的运用了假定性 会不会是后面有点取巧的 从我观众的角度来看 我总觉得 斯坦因斯拉夫斯基 这是基础 但是现在的人 大家越来越耐不住 因为这基础也很难 就像你说 写实主义的功力 所以写实主义功力很难了以后 那我就来 一来就来点象征主义 一来就有点后现代主义 这样是不是容易玩呢 它会从来时尚 它有时候会偷奇奇巧 有时候可以省很多的力气 对 这是走捷径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 最后会被拆穿的